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朋友对先前我一位学生 他可以跟观世音菩萨沟通的那位学生有一点兴趣 那我也再和大家分享一下两则 两则我和他之间的一些过程 第一则就是话说那一年 我和一些朋友曾经去新北市的卢州礼宅去游玩 当时有花一点钱进到教室里去学习观像的素描 就是画观像好像半小时这样子 好那就画嘛大概是A3这么大张 好那画完之后我就把作品带回来带回家里 然后就收藏起来放在抽屉 那么放了很久 直到有一天大概夏日的午后呢 觉得在家里呢也没什么事情 抽屉打开突然看到那张观像 所以就觉得说他可以把它拿出来供奉 但是呢他因为是素描白纸 然后2B铅笔这样素描出来的 是素揚的一些 所以我就又看到旁边抽屉 有我替我母亲以前手机的那个亮片 手机贴片亮片还有剩很多 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两个结合 将亮片贴到观像上面 制造佛光普照的那种感觉 好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就安静了一粒一粒贴 一粒一粒贴 因为他自年式的 我就在想要贴哪里啊 一粒一粒贴 当安安静静贴着贴着的时候 突然手机响了 亮 所以我就拿起来 喂 原来是那位学生打来 他突然就说 老师 菩萨要我跟你讲 很好 我想说 什么很好 我故意问他 因为我旁边没有人啊 没有人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呀 我就问他说 学生 你说我什么很好 他说 不知道耶 菩萨说叫我告诉你 很好 我看到我手上的观像 他听到菩萨说很好 我真的玩耳一笑 没想到菩萨呢 原来就在我们 我的周边呢 看着我在做什么事 那么呢 这个呢 我让我就是想到说 有朋友问说 我们在施史的时候呢 要念什么咒 有些人念 辨史真言 有些人念六字大明咒 或者其他的咒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 才是呢 这个呢 我昨天呢 也有请教过 那个十云寺的师父 师父呢 开示如下 以下不是我发明的哦 是师父的说 我把他翻译过来 师父说 其实 咒语都是慈悲的 都是利益众生的 你可以选跟你最相应的咒语 来施实 最主要的 施实的是 慈悲心 那颗心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就算你不念咒语 你不照的遗鬼作 你这样子把它布施出去 其实天地之间已经知道了 这让我想到的是 进攻法师有提过 如果说我们在放生的时候 照理讲时间够 环境也可以的话呢 场地也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照遗鬼 很常这样来做 归佛归法归身 这样子把它整套做完 但是如果悟命已经受伤了 或奄奄一息了 我们一定要缩短遗鬼 尽快将悟命放生掉 好 那这就是 那即使你这样子放生 那你说天地之间鬼神知道吗 知道啊 我们体内有三师神 头上三尺不是有神明吗 每个月呢 这些神明们都还会到天庭 去禀报我们的善恶功果 所以呢 即使我们没有念咒语 施实的时候 即便我们只是念头一起来 我们只要念头一起来 心里就是想着说 我现在这些食物呢 是要布施给二鬼道 出生道 那么这样子就已经形成了功德了 好 所以呢 不用执着于你要念什么咒语 不同的师父 带领不同的咒语 都是好的 我们大家可以因自己的姻缘 去挑选 去进行 好 那么那一天再回到刚刚那学生呢 菩萨这样子跟我肯定了之后呢 我才更加肯定就说 我们头上三尺真的有 不论是神明还是先佛 其实他在观察着我们 那注意着我们的心口抑郁 所以这个都 即使再怎么细微 他们都会通得到 所以要特别留心 特别留意 好 那么当时他跟我说之后呢 我就 就后来就把它贴好了 贴好就 后来因为搬家东西 也不晓得送到哪里去了 那这张 但是当时呢 我平常的生活 我不会做记录 但是有关跟菩萨修行有关的 我一般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放到我的部落格 所以我刚刚去把照片也截图下来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那一张观影像 好 那第二次呢 是有一次呢 这个有一件事 当时呢 有一件事情发生 让我非常的伤心难过 那正好这个学生 因为我说他跟一般的小孩子不一样嘛 他是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这样沟通的学生 所以我跟他讲话会觉得很放心 因为他常常 因为菩萨经常跟他会沟通 所以只要我们一跟这学生讲话 其实菩萨经常就会给他很多的指示 或者指点 这样子 好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们上完课我就跟他讲 我最近发生的那些事情 说着说着自己之后 忍不住身然落泪 这学生就安安静静的听 听到他突然打一个格 我知道当他打一个很大的格的时候 往往就是菩萨已经跟他接上线了 准备给他一些指点 他就娓娓道来 安安静静的说 老师 幸福 他说什么呢 我想一下 满足你现在的每个时刻 因为存在所以幸福 这是他第一句话 接下来他说 老师菩萨说 幸福有的时候就像蝴蝶一样 我们越追他 他飞得越远 反而是我们停下脚步 尽力时 蝴蝶才会悄悄的停在我们的肩膀上 感谢菩萨这一番智慧之语 菩萨因为他们都是大义王 会针对众生的毛病点给予施与药 药食 所以菩萨给我这句话 我相信他就针对我的问题 也就是让我体会到什么是求不得苦 人生八苦嘛 求不得是其中一苦 那么我当时犯了就是求不得 你想追又追不到 所以产生了烦恼 所以菩萨给我这句话指点 那么另外就是 我看一下 好当时我就跟那个学生讲说 亚玲啊谢谢你 经常给我这么好的建言 他说老师不会都是菩萨教我的 菩萨他请我转达给你的 然后接下来他说 老师老师我告诉你 刚刚你在伤心的时候 有一尊白衣冠荫站在你旁边 摸摸你的头给你加持 然后给你秀秀 我说有哦 怎么不早说 这样我可以请菩萨坐下 我倒一杯茶给他喝啊 好这就是这位学生呢 他我跟他一些互动的 两个一个两个情况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回答呢 许多朋友问的事实的问题 我评议像一下 第一个就是咒语的问题嘛 要念哪个咒呢 好要不要依照那个寺院里面呢 这么长的仪轨来坐呢 好答案是都可以不要挂爱 你喜欢念哪个咒你就念哪个咒 时间来得及就坐照的仪轨来 时间来不及你就直接念咒语 甚至只念佛号 好然后事实给二鬼 讲就好了 好那么还有人问说 要在户外坐还是户内坐 师父回答是都可以 如果说你是户外坐 你会怕的话呢 户外坐那海涛法师说 赶快把窗户关起来 好那关起来 丢出去关起来 有时候我觉得海涛法师很有趣 好那户外坐户内坐都可以 好还有人问说 那是荤的还是素的 好答案也是都可以 你吃素的人你就不是素的 你吃荤的人你就不是荤的 好那么有人又问说 是剥一点点还是一整盘 好答案是都可以 好我我大部分时我个人 好大部分是就是吃完以后 我会因为还会剩 很剩我就会把它剥在一起 然后到外面去抛 好然后丢掉扔出去 好然后念那个六字大明咒 加神这样子好就出去 然后当然我个人做法是 我在念这个六字大明咒之前 我一般都会在原地呢 心里默念忽请观世音菩萨三身 然后告诉菩萨说我要 现在要做事实 请菩萨那做主 好然后就出去了 那如果说有功德的话 请观世音菩萨将这功德呢 回向给我累世的冤亲在主 或者欺世父母 或者我们的祖先 好然后回向给他们 然后求什么呢 好你要求也可以不求也可以 好不求呢 功德如果不说的话 就放在口袋里 如果说了就就就就会慢慢的 圆我们的愿 好那刚刚讲的是说 是一大盘还是一点点 那么我那时候的学生 我跟他在小吃店的时候 他是一整盘 好一整盘他就念 念他的咒 念完以后 他没有放在地上 他就放在咒上 然后念完以后就完成布施了嘛 接下来他就把它吃掉 那么世音菩萨师傅有说 有人又问说 那么那个布施丸的 假设一整盘 布施丸的食物是可不可以吃下去 好刚有说 我那一位学生 他布施丸以后 他是把它吃下去 还有世音菩萨师傅也说 出家人呢 一般都是也是把它吃下去 像有些人说 拜七月半拜过的 或者平常拜祖先的不吃 但是有时候 七月半大普渡 食物这么多 如果大家都不吃 那都丢掉不是很浪费吗 那他们在世音菩萨师都吃 那食物说 他们吃的也没怎么样 但是有些人吃的好像会怎样 所以我这个问题 真的好像众说纷纭 所以我个人解读 一下是我个人解读 我个人解读是说 就好像食物掉到地上一样 你捡起来吃会不会生病 这跟有没有致病菌含在上面 还有细菌的数量 还有你个人抵抗力有关 同样的拜过主心 或拜过轨道众生的食物 可不可以吃 即使跟你个人 当时的气场会不会很弱 或其他负的因素在 也是有关联 所以这个好像没有一个准 大家都依自己的状况来处理 那我个人行之多年 我是布施丢出去的 给二鬼道的当然食物就不在我们手上 也吃不到了 那这一整盘布施丸可不可以吃 我说我那学生他有吃 然后那个寺院的出家食物 他们也有吃 那么拜过祖先的 那个七月半的食物 我会不会吃 我会吃 因为蛮多的 所以我会吃 好 这给您参考 好 那有人问说 刚刚就说拜完可不可以吃 那还有人问说 是放在桌上还是放在地上 那么我刚刚说 我那学生是放在桌上 那我们普渡 普渡 七月普渡的时候 也是放在桌上 那你要布施给二鬼的话 师父说桌上地上都可以 就好像寺院他们也有试食台 那我就又问师父 那布施的时候 师父要很多吗 还是一点点 当然有些我都已经薪资多年 只是为了更确定 我都有再跟师父确定一下 好 师父回答说 一点点或很多都没有关系 那像寺院试食台 有一些寺院做得很大很漂亮 有些很小 所以这都没有关系 我们咒语念下去 它会换为无限大 换作无限大 来布施给无量的二鬼众生使用 这样子 好 那有人问说 那我们在家里屋内 如果做试食啊 或者说在厕所里念咒语啊 大小便的时候念咒语呢 会不会让二鬼进到屋内来 然后不出去了 不回去了 这个呢 这个啊 我最喜欢海涛法师的回答 海涛法师有说 我们念地藏经会不会引来更多的鬼 他说会 但是呢 不要怕 我为什么很欣赏这个答案 因为首先他肯定了我们第一个问题 叫做会 而不是有些人经常说 不会不会 你就念就好 不会有鬼在你旁边 可是如果不会的话 那我们如何念经咒来拜佛传法呢 我们有一个地藏经念 送念地藏经的其中一个功德 就是拜佛传法 不就是要吸引很多无限众生过来 然后我们送念地藏经来超度他们吗 让他们转念吗 所以如果他们不过来 那只有我们一个人听吗 所以呢 我还是喜欢海涛法师 他先肯定我们的害怕 但是他又说我们不用怕 有疗愈的话语在里面 所以这样子同理可推 你要是在家里做诗时 我认为鬼还是会进到屋内来 那么至于怎么请出去 海涛法师很多师傅都没有说 主要就是说大家都不用怕 这是众生 反而因为他们 我们才能够进行更多的修行 反而要感恩他们 好那以我个人听到这番话的话 我就会 我个人不需要再留言抨击了 我个人会 就是不会在家做诗时 我就会把食物放在阳台外面 或者当我出门的时候 把食物带出去到荒郊野外 或者从草堆转角阴暗的地方 把它抛扔出去 然后练咒语 结论是我不会在家做 这样子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留言 下次我们找机会 再和大家空中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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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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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